我国海军陆战队于今年5月汉光演习结束后,安排一个排的兵力前往美国夏威夷,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海军陆战队协同训练。 现在又有一大突破,美军同意我国派出代表参与美国海军明年度的反潜猎杀操演,对我国整体反潜作战将有重大注意。 据自由时报报道,国防部官员今天指出,美台双方多次安排讨论,我方军官观摩美军反潜操演的时程,将安排在明年3月实施。 届时反潜直升机大队资深军官将派出与会,并将实际参与部分反潜操演的项目。 例如在美军执行反潜操演时,我方代表将可以登上美军反潜直升机。 以同程方式现场观摩美军如何进行反潜作为。 忠实电子报。